欢迎来到活水网 阅读是生命中一个最美的经验 活水网从2005年4月以来 每周提供一本优质书籍的导读 凯宇邀请您参与书籍的阅读桃花园 享受生命的源头活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凯宇 凯宇在跟大家分享 今天要谈的哪一本书之前 我先把书里面的一段文字 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听听看 这段话这么说的 朝九晚五逐渐累积的职场岁月 一直消失的青春先渡 往后即使转变了上班路线 换了公司换了行业 但生命的本质 还是在上班族的滚轮里翻转 逃不出那种把时间卖给公司 把头脑点档出去 把自由埋葬在没有结果的会议 借以换取金钱的游戏规则里 各位听众 如果你是个上班族 你听到这段话 你自己会不会心有其极烟 点头如捣蒜 就发现 对啊 我怎么一直都在上班族的轮回里 为五斗米折腰 那你说为五斗米折腰 只要能够吃得饱就算了 偏偏现在的事倒是吃不饱又饿不死 所以可能很多人 在面对他自己的多数人 面对自己的上班生涯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有点感慨跟惆怅 那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本书是一本小说 它里面就是在谈所谓的上班族 尤其是我们说小上班族 透过小上班族的眼睛看到的一些职场的摆态 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书呢? 它的书名叫做夏日彼岸 作者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部落客 如果你有在前一阵子看过一篇文章 叫做日本8.9正在教我们的事 是的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就是尼果 他与今天非常的开心 终于见到本尊 他的笑声已经刚刚被收音收到了 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可以把上班 透过上班族的眼睛看到的很多事情 看到的人生百态 能够写得这么入目三分 今天终于让我看到他了 尼果你好 你好 在你的文章或者在夏日彼岸这本小说里面 所呈现出来的一种 就是观察事情的这种明晰 然后这种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角度跟态度 今天在你身上能够的确很明显的反映出来 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 夏日彼岸这个故事 它的原型就是说它是怎么来的 日本有一个算是很资深的一个作家 叫景尚靖 他曾经说过 他曾经对那个 有一个日本小说家非常有明显 白色巨塔 华丽家族 或者是孤毛地带得奖的一个作家 三奇风子他曾经是报社的上司 然后他对着三奇风子讲说 如果一个人一生当中把他遭遇的事情写出来 每一个人起码都可以写一部小说 所以比如说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写小说 那我会觉得说 我觉得 比如说以我的例子来讲 当我把它写成文字的时候 其实就是对某一段日子的交代 或者把那时候的很多情绪 因为你写成文字之后 其实就是跟他告别 不管是好的 开心的不开心的 或者是怨恨的什么的 尤其我觉得对上班族来讲 职场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缩影 你大概你这一辈子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工作 所以你在 而且多数人都是上班族 对不对 命别人薪水 所以你每天在工作场所 遇到的事情 都会变成你带回家 打包回家的情绪 所以夏日彼岸这个 其实它那个场景是 在一个杂志社的编辑部 然后是几个小编辑 然后在 可能他们平常很希望 很期待一件事情 就是讨厌总编辑可以消失 那你把这个场景搬到 其他的行业其实也适用 我希望那个讨人业人主管不见了 那有时候不一定是主管 比如说某某讨厌的同事 那可能不是跟你同部门的 但是工作上面有 有判断的 那就是说那个只是 就是说没有伤害性 没有犯罪式的幻想 就是说某一天 他们是不是可以不见 然后一天就好 或者是一个小时就好 所以其实我就是把那个 很多上班族的那种愿望 小小的没有伤害性的那种幻想 把它搬到小说的场景 就是当有一天 大家都很讨厌的总编辑消失了 可是大家都内心其实都很开心 但是绝对不能表现出来 因为你如果讲出来 搞不好它就又出现了 所以大家当作没事一样 然后这三个 小员工小编辑 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发现说 哪一个同事他们有什么反应 总编辑的消失跟他们有没有关系 然后甚至其中有一个小员工 他甚至在上下班的途中 在这个很多人熟悉的台北市 比如说捷运沿选什么路上 他不时的去发现一个很像总编辑的人 他到底要不要把它找出来 然后就很像那个侦探小说 抽丝剥茧这样 其实我写小说 我很喜欢用一个类推理的手法 那当然这个推理小说又跟所谓的本格派的推理 或什么的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厉害到可以写很纯正的推理小说 什么《密室杀人》 我比较喜欢写这个带有推理的 但是可能他重点是在讲某些人心 或者是讲我们很熟悉的东西 我一直很想要写 比如说我们用华文来创作 会跟我们现在去看欧美或者是日本的翻译小说 其实那个情绪是不同的 我很想要把我们熟悉的场景写进来 对 没错 我觉得你的书中好多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说 就是我们生活经验里面的脉络 就是说我如果再阅读一个小说 比如说里面讲到性为市场的闲淑机 刚好你的上班地点在那附近 你就会开始想像那个情境 口水就流出来了 就是他们整个小说的发展 他们走那一条路我也是啊 那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是跟着他们去走 比如说里面有提到很多上班族 尤其像现在这种天气 你都躲在那个冷气房里面嘛 那你中午时间总是要吃饭 那对上班族来讲 我觉得吃中饭这件事情很微妙 它有时候会变成支撑你去上班的勇气 哦 怎么说 因为办公室附近有可能有哪一家好吃的汤饺 有哪一家好吃的便当 那你可能有时候你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尤其是礼拜一 对很多上班族来讲 礼拜一上班 尤其到了礼拜天的晚上会特别的优移 但是如果你有想到说 好吧 那我们明天中午就跟同事一起 叫哪一家的便当 哪一家的什么东西 所以我里面有去 有几个场景是锁定在 比如说一个上班族这么热 中午时间到底是叫便当进来吃 还是顶着大太阳出去找一个他坚持要吃的什么东西 其实这本小说《夏日彼岸》 它的好看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 除了这种场景 是我们如果在台湾工作上班的人 或者尤其在台北 你有坐捷运等等 在这个都会里面 其实他的描绘的景物 办公室外面的街道 就是你生活当中的脉络之外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那种微妙的心境难得 就是说起来好像还蛮卑微 原来支撑去上班的东西 就是一顿好吃的中餐 可是换个角度去想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可能这么枯燥 或者是在这么沉闷的工作里面 找到那么一点小小的幸福支撑自己 这也是好事一件嘛 我常常觉得说 台湾的上班族 就是为什么常常被去逼迫的 就是要去读一些很励志的 很气管的 然后我要譬如说如何在 一定要变成某一个什么样的典范 这样子 几年之后赚到人生的一百万 或者是我自己常常就会跟出版社 编辑的朋友开玩笑说 我都把那些书名想好 如何一百招之内干掉丧丝或什么 就是你不断的在读那些人 第一次打丧丝就丧丝 这句话是在你书中出现的 我看着笑到我 第一次打丧丝就丧丝 他一种椅子上跌下来 就是说台湾上班族很辛苦 你常常要去 比如说你可以上的课程就是一些什么 激励你的什么前进的动力啊 或者是要去开发你的什么潜能 就是永远都在上这种 你要成功你要往上爬 但是都没有去体恤到说上班族一些苦闷的心情 所以其实最早我在网路上面 很久以前 就是在智邦有发行上班族酸甜记事报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把我自己上班的经验 就是以发行电子报的方式来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大概每隔几天 就会发一封电子报 对我来讲 那个都是不是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在那之前 我当过十几年的上班族 有太多故事可以写 我觉得整个职场 这个根本就是 我觉得如果当真要把它写成八点档的长寿剧的话 那其实题材非常多 不要说八点档的长寿剧 我觉得夏日彼岸我自己读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它就非常适合拍成可能一个 二十集或三十集的连续剧 就是太好看了你知道吗 因为讲到这边我觉得 不能剥夺我们还没读过的人的阅读乐趣 但是我试着从一个角度来谈好了 就是说这本书的书名叫夏日彼岸 夏日这两个字其实还蛮好理解的 因为这个故事的场景背景就是在夏天 炎炎夏日 但彼岸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很想请米国跟我们谈一下 你所谓的彼岸指涉是什么 其实我写这个长篇小说 从一开始写一直到 其实当然最早的时候 因为这一个长篇小说是有参加 皇冠的百万小说奖 那时候有入围复选 复选之后它曾经在皇冠杂志上面有做一次发表 就是不是连载而是一次发表 那在那之后呢 我就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写过的东西 尤其是小说 如果是单篇的散文的话 那就写过就算了 但是长篇小说我会一直拿出来修改 那在这过程当中当然 里面譬如说描述事情的口气 或者是运用的文字就不断的在改 甚至有包括就是说 这个小员工跟高级主管之间 从我一开始写的第一个版本 当然是非常的尖锐跟犀利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职场的情绪 愤怒在里面 对对对 愤怒哀怨仇恨 类似这样子 然后慢慢修改之后 比较会有一些同理 同理心的那个情绪出来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 你认为很可恶的人 其实他背后要面临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面临到的压力 所以其实后来有去 为这一个讨厌的总编辑做一些平反 所以故事的结局修改过很多次 到底要不要让总编辑回来 它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下场 对 其实为什么有这个彼岸的概念 就是刚好那时候我阅读到一些有宗教上面 对于彼岸的一些解释 我就觉得这个点子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说自己很想要换一个人生 那到底是实质上要怎么样来更换 如果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以上班族来讲 他有时候会觉得我如果换一个工作 换一个上班的地点 换一个环境 或者是如果我是主管 对我升迁了之后 或者怎么样 我的人生是不是会有改变 对 那就是说对比于这个实质上面的改变 那所谓佛家所讲的那个彼岸的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在心境上面能够转换 或者是我们实质上 因为我觉得很难去改变你自己的人生 对啊 所以我 但是你真的要把那个彼岸 这个很严肃的东西放进去的小说又太严肃了 所以其实就有用了一些方法 对 其实我觉得你故事当中 你要写的那个总编辑 就是那个很讨人厌的上司 然后他消失了 他的一些心境的转折 我觉得非常能够去凸显 或者是描述你刚刚讲的那个彼岸的概念 那那个部分的话 我为我们听众说明一下就是说 这一个总编辑 就是你在脑袋里面能想象的那种 张扬五爪 然后很跋扈 然后总之你大概听到我这种形容词 你大概可以想象出那样的一个典型 然后呢 你会发现这种人一定是可能是非常的世俗的 非常的唯利是图的等等的 可是想不到在这个故事当中 他可能遇到了有点 是不是可以说像中年围巾这种东西 他想要我人生的意义 像存在主意那种 开始去反思 然后做了一些转变 然后到头来发现 好像他自己原本认为自己有多重要 好像只是个幻象 我觉得这个心态 也不一定到了高阶主管才会有 像一般的上班族有时候会想说 如果我请一天假或我休长假 那后来你发现 整个办公室并不会因为我不在而一团乱 然后你开始就在想说 原来没有我也没关系 所以其实有那种危机感 我觉得那个就是说那个危机感 会跟随着你在这个工作岗会越来越久 或者工作年资越来越久 那个危机感会越来越强烈 因为如果当你还是一个 比如说刚进一家公司 试用期三个月还未满 你可能会 因为你本来就 你的不存在就不会影响到太多 那可能你渐渐升陷 你变成组长 你变成主任 你变成箱里 当你有一天发现 我是可以被取代的 那个对一个上班族 或者是对一个 怎么讲 作为一个可能会有中年危机的 这样的一个人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对 所以在这个小说故事里面 其实有提到蛮多的 包括这一个小编辑 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他是一个 一直都没有换工作的人 并不是因为他喜欢那个工作 而是因为他讨厌再去写履历表 再去面试 再去重新适应一个 所以他不知不觉 跟他同时间进来的人都离职了 所以他就变成了资深人工 其实很多人他不换环境 不是因为他满意现在的环境 是因为他懒得去适应新的环境 那当然 所以很多人他是 就是说很快就会对 现有的环境或工作是很不满的 所以他就会不断的跳槽 那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我觉得 可能这就是因为性格所造就的人生 那当然大家不要把这本小说想得太严肃 就是他其实里面有很多乐趣 那只是说从乐趣当中丢了一些问题给读者 那或许你们会在里面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的同事 对 我觉得这本小说在读的时候 他最大的乐趣 如果我们的听众还不认识米果的话 其实我很建议你可以去上他的部落格 因为你从他部落格他的一个谈话 就是他的文章 他文字表述的一个风格 你再稍微幻想一下 他如果写的是一个所谓的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上班族的故事 然后呢 加上那么一点点想象的元素 科幻的元素 推理的元素 但是呢 他又不是这么的超脱现实 他又真的就是在写你每天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 他可以把它去为化 就像我说的 如果心里很讨厌你的一个上司 你是不是很期待在书店有出一本书 叫第一次殴打上司就上手 有没有 但是我就举个这样的例子 我不想要谈太多 爆太多的雷 但我可以跟各位拍胸部保证就是说 这本书真的阅读起来会让你觉得欲罢不能 甚至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它根本上就是一个可以拍成一个非常好看的连续剧的剧本 这是真的喔 那刚刚我们在跟尼果聊天的最开头的时候 在我们录音最开头的时候你有说过 写一部小说似乎是对你的一个生命的某个阶段的经验做一个交代嘛 那你当了十几年的上班族 那这本小说《夏日彼岸》就是你这十几年的一个交代 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夏日彼岸》这一个的场景是一个杂志社的编辑部 其实它只占了我职业生涯里面的可能只有十个月 那我前面的大概十几年 我是在一个很传统的产业金融服务产业里面做事 那对于那一段日子 其实我也把它写在其他的小说故事里面 比如说几年前有在小资堂出版过的一本叫做《爵士精神》 然后它是叙述一个保险公司的女秘书 她在办公桌上面出现了三张 她在读大学时候 曾经写给她男朋友的几张小小的便条纸或者是书信 就是说那些东西又回到她的桌上 就是说对于年轻的爱情 然后没有很明确的分手 而是自然的渐渐的不联络 淡掉了 所以那是借由一个爱情故事去加了一些推理的元素 然后我那时候有把我职场上面的一些经验 加上对于在淡水毒素的一些记忆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对于在保险公司比较黑暗面的东西 其实我有写了一个十万多字的小说 其实那个还没有出版 还没有出版 那我们可以期待吗 就是说她就在讲里面的一些黑暗面 也不是说黑暗面 也不是说黑暗面 就是说同梯进来的同事 勾心斗角 同梯进来的同事 一开始有某些革命情感 但是后来为了业绩 或者是为了升迁 那有些人可能变成她所无法理解的改变 或变成她认为陌生的人 然后最后因为一场意外 就是说 怎么讲 比如说我是其中一个主角 然后我接到一通电话 那通电话竟然是我十几年没有联络的同事 在发生车祸昏迷不醒 然后警察说我是她手机里面 通讯录唯一剩下的一个名字 所以从这样去开启 她怎么样从昏迷不醒的同事的身上去慢慢挖掘出来 就是说她在工作职场上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可恶的人 这样 所以这样听下来的话 各位听众 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很轻松阅读的读者的话 那么米果作品 你刚刚这样子听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阅读你的书 以我自己的经验是一个很愉快很轻松的经验 但是你如果又想要从轻松阅读当中 得到一些想法 或者是你觉得看待生命的一种不同的角度的话 那米果又可以从这么轻松的故事和文字 这么引人入胜的情节当中 为你带出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丢给读者一些功课吧 应该这么讲吧 因为我发现像有读者读了夏日彼岸之后 比如说他开始去检讨说 为什么他在职场上面那么容易愤怒 然后那么容易生气不满足 或者是说为什么那么容易讨厌同事 然后也有 我觉得感觉最强烈的应该就是做编辑的 他比如说他从书里面看到某些工作上面的流程 或者是某些 他跟上司之间有争执的部分 他就觉得这个小说让他觉得有被体贴 对 他觉得他内心的委屈终于有人写出来 其实我觉得阅读最大的价值就是帮我们真的创造出 除了我们自己认为的世界以外的另外一个现实 那当我们创造这个另外一个现实 用白话文讲就是一念之转 他帮我们去转化我们的一些想法念头 先从被体贴开始被了解开始 甚至我觉得在夏日比安当中 我觉得他可以帮助我们去看见 其实换个人生真的比较好吗? 换个生活方式 换个职位真的比较好吗? 还是我们安然的活在当下 创造自己当下此时此刻存在的价值 或者是哪怕是寻求那么一点小小的意义感 或者是幸福感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刚好听到我们的录音是礼拜一 你觉得是一个Blue Monday 那没有关系 去幻想你中午那个支持你上班力量的那一碗 好喝的汤嚼也可以啊 那所以呢 今天很谢谢米果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 那我们期待米果接下来的作品 你好像有一本书叫做 是重新要出版的 《欲望街右转》 对不对 大概是十年前 十年前曾经出版过的 然后我自己再拿出来重新改写 对 其实我会非常期待米果的作品 我也很期待 之后米果的作品 陆陆续续有新的出来的时候 再来上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读者好好的分享 谢谢米 谢谢 那我们谢谢大家收听 也期待我们未来为各位推出的内容 拜拜